69岁歌手尤雅当年以一首《往事只能回味》,红遍整个华语歌坛,名利双收赚进大笔钞票,而她的感情录也相当戏剧性,和前夫交往三个月闪电结婚,维持三年便协议分开,现在的他人期许爱情降临,表示70岁再婚也没问题。 刘雅从小就热爱唱歌,16岁被刘家昌襄中进演艺圈,出道50年累积大量作品,像是《我找到自己》、《有我就有你》、小宇、青烟等,成为70年代家喻户晓的歌手之一,爆红后她瞬间赚进大笔财富,当时投资房地产独具会演,以20万买下台北东区的40平房子,如今已翻倍飙上千万,在美国旧金山还有二间独栋豪宅。 她表示,感觉对了就买,地点很重要。 射手座的尤雅,爱情方面也很靠感觉,她和前夫认识不到三个月就闪电结婚,两人育有一名儿子,原本以为能添长的酒,不料三年后离婚收场,有安多年后回忆这段婚姻,表示当初太冲动,是自己不想要这段感情的。 尤雅将儿子养育成年后,心中浮现想找办的念头,她期望另一半,财力相当,要有体力,如果小自己30岁也不排斥,向往谈一场姐弟恋。 至于会不会再婚,尤雅表示交给上帝安排,希望我70岁还能发喜帖。 她独自养大儿子,67岁笑韩母亲任务结束,不排斥姐弟恋,还说70岁结婚也没问题。 歌手尤雅当年以一首,往事只能回味,红遍整个华语歌坛,名利双收的她,感情录也相当戏剧性,和前夫交往三个月闪电结婚,但婚姻只维持三年便分开,现在的他人期待投入恋爱,并表示70岁再婚也没问题。 尤雅从小就热爱唱歌,16岁被刘家昌乡中敬演一圈,出道50年累积大量作品,像是《我找到自己》,《有我就有你》,《小玉》,《青烟》,等。 尤雅也是最早被歌迷公认的台第一代玉女行歌手,她青春靓丽的外形,特别受到青少年的欢迎。 尤雅不仅国语歌曲了的,她的闽南语歌曲也是很有特色,非常动听。 可能你不熟悉尤雅,但你要知道,刘德华、张学友都曾经是她位偶像,可见她当时的影响力还是不少的。 另外,尤雅还有一首比较经典的情歌,在语中,是和老师刘家昌合唱的国语歌曲。 尤雅还是珍妮的师姐,因为当年刘家昌不仅收了尤雅为徒弟,珍妮也是其中的徒弟之一。 尤雅11岁就发挥了热爱唱歌的天赋,好不容易说服妈妈帮忙报名了儿童歌唱比赛,却不料上了舞台惨遭淘汰。 原以为语歌唱无缘,没想到奇迹出现了,台下有位唱片公司老板一眼就相中她,认为她长得甜美,嗓音很有潜力,决定栽培她。 尤雅第一张名男语唱片《为爱走天涯》,推出后就受到歌迷的热烈回响,陆续推出《无良心的人》,《难忘的爱人》,更是大受欢迎。 连原本反对她唱歌的父亲也鼓励她闯出一番成绩,没想到后来因为一首《往事只能回味》,完全打破了爸爸的预想。 在签约进入海山唱片并成为刘家昌的学生后,不过短短的一个月,老师就帮她写了五首歌曲,还大动作地找人为她拍照。 其中就有《往事只能回味》,这首由刘家昌普区,林黄坤填词的作品《动人的旋律》,与怀念青春爱恋滋味的浪漫歌词,推出后立刻早晨轰动,尤雅的名妻也跟着水长传高。 《往事只能回味》,推出后,作秀的邀约陆续而来,不止在台湾的场子天天爆满,尤雅也接受邀约到海外演唱,顺利打开华人市场。 尤雅演绎的歌曲却不及,《往事只能回味》,宏极一时,当时尤雅也被很多人戏称是异曲歌星。 读高一时,尤雅加入合唱团,并成功获得恩师刘家昌的指导。 成为刘家昌的学生后,短短一个月内老师为她写了五首歌曲,拍好沙龙罩。 刘家昌浦区,林黄坤填词的《往事只能回味》,推出后立刻造成轰动,尤雅的名妻也越长越多。 一起当时的情况,尤雅表示,印象最深刻的就是,高雄蓝宝石歌厅杂重金邀请去作秀,14天的表演竟天天爆满。 老板更豪气地对她说,一天表演的酬劳是4500台币,这可不是笔小数目,因为当年她当助唱兼主持人,一个月也不过800台币。 不过花500日红,红极一时的尤雅在不久后事业开始走下坡,后曾加盟台势,并推出专辑唱片,便而归,打算东山再起,可惜始终不复当年用。 1973年,她与日本CBS Sony签约,前往日本发展两年,灌录四张EP与二张大碟。 2006年9月5日,她回忆过往,一年出了五张专辑,每张专辑几乎花不到三天时间,就把十多首歌曲录完。 她说,自己是,看心情而唱,不是毛起来拼命赚钱的人,这或许也是我的保养之道,不要太操劳,所以今天还能站在舞台上,唱歌给大家听。 事业受挫的尤雅,与发型设计师一见钟情,交往不到三个月就闪电结婚,婚后也生下了个宝贝儿子,本以为能够幸福一辈子的婚姻,却只维持了短短三年就宣告破局,让伤心欲绝的尤雅把心意横回到台湾重返歌坛,因为当时的她知道,伤心不已的自己最需要歌迷的支持及鼓励,那是她自幼生长的地方,一定可以帮她渡过难关。 虽然复出后成绩无法再跟当年最辉煌的时候相比,但还是有不错的,去年五月中时,她还完成了新加坡,西雅图的表演出,更在母亲节时飞到纽约,为华人听众献唱,说起自己跑遍天南的北,近半世纪的演唱生涯,尤雅表示,只要站上舞台,心中便充满踏实感,她会一直唱下去。 2016年,尤雅在台湾举办演唱会,她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效任新恋情,与美国前男友复合并同居。 两人偶尔会一起逛超市,她甜蜜叙述,有一次,我男朋友说,我要走在她旁边。 我问为什么?她说希望我们永远都走在一条线上,不要一个前一个后。 尤雅多年后回忆这段婚姻,表示当初太冲动,是自己不想要这段感情的。 但是尤雅里才有道,对于房地产独具慧眼,30年前以20万台币买下台北东区的40平房子,如今房价翻倍飙上千万,她说,感觉对了就买,的点很重要。 不仅如此,尤雅在美国就金山有二间独栋豪宅,她买房时都是豪气直接付清,坚持绝不贷款的投资原则,尤雅在美国的资产以每栋2000万元价值估计,加上每年海外固定有四,五场演出,唱愁能赚进上百万元当零用钱。 数年前,这位单身贵妇,身价加起来已超过5000万,一个人仍能无忧的日子。 离婚后她再度从歌坛出发,虽然复出后成绩表现算是亮眼,后期还到新加坡,西雅图,纽约表演,为华人听众献唱。 提起自己跑遍天南的北,近半世纪的演唱生涯,优雅表示,只要站上舞台,心中便充满踏实感,我会一直唱下去。 风采,网站欢迎读者斜线网民留言,创造友好交流空间,为网民留言皆不代表本网站立场。 本网站有权删除任何人身攻击,鼓吹种族宗教隔阂,诽谤造谣,网络霸凌等煽动性留言。 而优雅自己也保养有道,脸上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,长年在美国居住的她,身边仅有儿子相陪。 如今孩子已25岁能够自立。 回味自己的往事,优雅难忘1971年第一次来新加坡演出,更难忘本地美食,包括菜头果,肉骨茶,海南鸡饭,他梨饭,辣椒螃蟹,乐沙等。 他笑说,有一次演出结束,还穿着长礼服,把掌发扎气,就去吃,蹲在摊位一旁大口大口地吃,还被记者拍了我张大口的照片。 优雅早在2019年时就给了自己一个企划,要在2021年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办出道50周年演唱会,无奈被瘟疫耽搁。 而如今优雅自己已复出,虽然复出后成绩无法再跟当年最辉煌的时候相比,但还是有不错的成绩。 优雅完成了新加坡、西雅图的表演,更在母亲节时飞到纽约,为华人听众献唱,说起自己跑遍天南的北,近半世纪的演唱生涯。 优雅表示,只要站上舞台,心中便充满踏实感,她会一直唱下去。 希望优雅越来越好。